可能我们下半年我们就要去北京京剧 然后在北京 耶 终于如愿了 早上好 起来了干爹 他变得糟糕 老婆的人刷了 挺好 昨天晚上睡得不好 因为在20个月 我听到声音 我认识是什么 我认识到晚上 晚上你会听到声音吗 有啊 飞机 没有声音 我认识是这样 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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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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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路上 晚上我们睡着 我听到这种东西 已经响了半个小时 孩子们起来了 你们干嘛呢 吃面条呢 哎呦 不是面条 今天外面下雨了 干爹的这个池塘应该会 积满了水 有鸭子 有鸭子吗 起床的时候 他就走了 哦 这个鸭子 这个 这个鸭子 赶走了 对 赶走了 他看见我们 一会他走了 妹妹 有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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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吃饭吧 你们吃饭吧 一会儿见 跟着干爹去倒垃圾 带大家看看这农村的垃圾都扔在哪里 有没有分类啊老婆 有啊 有分类 这个是生存垃圾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袋子是纸 和塑料的东西 然后都得放在一个地方 然后到点的时候要放在门口 然后那个车过来拿 那酒瓶子是放在那边 酒瓶子他得自己开车去送在一个地方 哦自己开车送 对 他说这周下一周的雨然后 池子就浇满了水 对我觉得是 嗯 他很开心 因为这个水 不够他里面的鱼生活 他里边有那个 Oxygen 就他们没法呼吸 哦 如果水很少 对 他已经 已经死了两条鱼了 啊真的吗 对 因为里边的那个呼吸的那个空气啊 水不够 他就没有 够得他们生活的那些 没把他捞上来吗 老的要扔了 没办法 好嘞 给你干爹去扔垃圾去啊 这个垃圾要扔到大门口 现在垃圾是分类 黄带子是这种纸盒子塑料 然后这个是生活垃圾 走吧 走吧 我说吧 哈哈哈 我们得从这走出来 然后出门 右边在这片田地 再往前走 扔垃圾的地方 这就是农村垃圾要往哪里扔 给大家看一下 给你干爹 大家看这边左边是扔这个塑料和纸盒 然后右边是生活垃圾 然后就扔进去了 这所有的 都了 公司 你这些吗 不不 是三四个房子 啊 这边只是就是周边的几个房子 那边那边 往这扔 我每个房子旁边都有一个集中扔垃圾的地方 然后他们再过来练 练垃圾 哦 我们今天来到了Adois家 干爹带我来Adois家 来他的大领土 大家看整个这一个城池这片地都是Adois家的 给我们家大宝的名字是一个名字 我们他家后面还有个大猎场 今天就是天气不是很作美的 天空不是很作美太黑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刚才我们午觉了一会儿 然后干爹去 所以我头发比较乱 干爹去忙他的事情 然后一会儿回来 但是我们两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大家汇报 就是不瞒大家说 自从回到法国以后 我们一直有一个矛盾点 而且我们自己都很 就是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 回来的回到法国也不大事 虽然我们待的时间比较短在中国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可能在中国会好一些 啊 不是吧 你真的假的 我就是这么 我一直这么觉得好吗 你终于开窍了 你真的吗 真的 就经过这段时间 我们俩其实一直在看北京的学校 对 我一直不停的看 然后房子 然后看我们工作怎么安排 因为毕竟我们在法国有两家公司 所以我们 就是一直在中间 好像我们在 就和之前说的一样 在两个椅子中间 不知道该做哪个椅子 知道吧 嗯 所以 嗯 一直一直一直在看最好的方法 我们的这个年龄队 可能 退休 孩子消费大一点 不在家 那个地方就合适 但是现在 不行 比如我们这个小区的那个学校 嗯 孩子们 父母就是 嗯 那个环境 不太到位 我觉得哈 对 因为我想让我的孩子 我 不是让他们必须变成什么厉害 什么什么 创业的一个一个人 但是我只是让 作为父母 我们必须给他们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然后让他们自己去选择 他们未来要干什么 但是 现在这个环境我感觉不够好 所以我还是决定 嗯 可能我们下半年我们就 呃要去北京京剧 然后在北京 呃 耶 终于如愿了 呃 这个是你生日礼物 十年以后 嗯 十年的生日礼物 太开心了 朋友们 有很多朋友在质疑我们 说我们来回来去的 对 针对这个主题来纠结 然后问大家的意见 其实并不是 真的一直不是 因为上海 我们公司 红薯公司在上海 但是上海的那个学费实在是太贵了 嗯 这一百年都没法接受 所以 大家都会去呃 申请一些补助啊 什么的 但是我们在法国也不是什么都不干 我们也报税 我们也交税 所以我们呃 不符合这个条件 我们拿 拿不了这个补助 我我原一年的这个学费太高 就是嗯 但是北京 2万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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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的输入在法国 一年的输入 这个这个我 我愿意花钱在我孩子的身上 但是也不能吃饱成的话 嗯 我看他非常激动啊 作为今天这个话题 我感觉小杨特别激动 确实他做出这个决定很不容易 嗯 因为他从来没有啊 嫁给我到现在13年没有长期在咱们中国生活过 而且对于我来讲也是在国外18年到现在啊 也是要我们两个一起付出很大的勇气说 又回到我的故乡我的祖国 对 而且他的语言只能说停留在会听会说 但是我嗯 这个东西我我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因为如果孩子们再去法国学校在北京 然后我在北京那个环境 毕竟北京话和普通话差不多嘛 我可能学的呃 别在法国跟你一起交友 比较快嘛 对 而且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可以冲出一段时间去 专门去呃进入一个珍贵的一个学习呃过程 然后通过这个时间这一年的时间 让我的孩子去学呃冲文 然后让我去学冲文 然后继续学烘酒呃 呃就是一辈子不停的学习让大家 就是疯狂的往往前走往前往前的生活 对我觉得这样是最最好的方法方式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会不会支持我们的想法 然后我建议一会呢 咱们可以跟干爹说一下我们的想法 看看他会有一个什么的反应 哇刚说了不到一分钟 哎呦 他去买那个火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alors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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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你的回答 你去看你去看 我们在北京的日月 在北京的日月 我们在北京的孩子 我们在北京的孩子 你来到北京的日月 你来到北京的日月 我们有一个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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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在北京的日月 你会参加你 你会参加你去的日月 我愿意愿意愿意 当然 但是我再看你 先生 明天 明天在下午 我会看到了 好,好 好 你把你的蚊子 好 好 好 我们去吧 我们要出发了 你会在北京的 我感觉到我们要回中国 我感觉到我们要回中国 我感觉到他刚才说的这个消息 高兴才对对不对 这段特公道 哎 哈哈哈哈 有点太勉强了朋友们 我知道你们都舍不得我们